这个私信里挑了一个有关这个上顶天下顶地的 那些私信太多了 没有办法注意回复 只好挑一些简单一点的吧 容易说的轻的 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反复交流很多 还需要这个详细的检查资料 简单的容易说的 有代表性的公开答复一下 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有一些帮助 那么今天下午门诊还就真遇到了 这是一个老爷子 觉得是听觉得听力有下降 过来看 但是实际上的跟这个关系不大 后来这个清理完了做了一个检测 是一个老年性耳聋的特点 听力曲线往高频逐步的一个下降 双侧对称的 自然形成的一个叮咛双色 耳道清字节功能的减弱 这个人双耳的 两个耳朵都是 正好今天在回答那个私信的时候说过 传统的就是点药浸泡了 这种赶快泡软了 以后再冲洗 需要多来几次 一般是第一次来拿了这个第二道药水回去点 如果点的好的话 那么下面基本上一次就能清理掉 有的泡的不好 可能还要再两次三次 个别情况 个别情况有这种外耳道胆指流的 因为有一些外耳道胆指流 从外观上看跟这个叮咛双色一样 一毛一样 没什么区别 但是那玩儿一点药以后 它是靠软化解决不了的 因为它最外层那个软化层是没办法软化的 所以而且点药浸泡膨胀以后会产生剧烈的这种疼痛 当然这个是少数现象 多数像这种叮咛双色点完了以后会有点胀 会有点闷 然后听声音可能会更差 点之前因为它处于干燥的时候 这边上还有点缝 一点完要张开以后主要就是一个闷睹 听力差 如果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疼痛 那就要小心了 这很有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叮咛双色 这个左耳刚才是右耳 这个左耳的卡的也是比较多 真是顶天立地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缝隙 就拿钩支一点点撬开 这个真有点疼 当时想 如果不行就点点药水 把周围的软化一下 把这个边软化一点 处理的时候还可以吧 它也倒是能忍不动 因为有的时候这么强行去拿啊 这个外耳道皮肤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轻微的擦伤 小的这种啊 小的损伤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如果能够配合还可以的话 就直接清理 这东西是一个权衡吧 看这个被操作者的反应状况 老年人相对来讲 多数都可以耐受啊 有的时候年轻的人反而要差一点 这个顶天立地的这个牛肉干啊 K出来了 比较简单啊 像一块大金砖一样的 皮肤基本上是完好的啊 还剩一点小碎喳喳 其实一般来讲 清理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啊 但是因为内镜啊 视野这种高度的清晰啊 看上去有时候不爽 吸引器 再上去把这个战场打扫一下 这是一个外耳道的宽度啊 正常 正常宽度下的一个叮咛拴塞的 叮色的清理啊 叮咛拴塞的一个清理 下面是一个外耳道口非常狭窄的 骨膜上粘了一个小碎渣啊 这个有一些人 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泪突然响一声啊 就是有这种异物的响动 就是一种小碎渣 翻身啊 睡觉的时候啊 翻身侧身的时候 哗啦响一声 这种情况 如果用自己用内镜能看到 因为现在这种 简易的耳内镜啊 就可视的摄像头嘛 很多 到处 大家如果有能看见的话 也没必要去医院了啊 直接自己洗澡的时候 就可以在淋浴的时候 冲洗一下就完事了 因为上医院 医生大概率也是给你冲洗的 当然你要看到骨膜完整啊 有的时候一看骨膜上一个动物就别干了事啊 等着他自己慢慢掉吧 这个呢就是一个外刀口狭窄啊 这个口啊 只有应该只有三毫米多一点 我的内镜是2.9的 2.7的 2.7的那个内镜啊 跟我的勾针没有办法同时一起伸进去啊 用勾针还有一毫米多的一个空间啊 其实内镜只能在后边远远的看 没有办法同时进去了 这个口 这些小眼 这个人是先天啊 出生的时候就这样 里边啊 这个里边空间还可以 就是外刀口特别窄 这些用肉眼就是没办法操作了 所以在没有内镜之前啊 像这种情况 是只能是靠这个点腰啊 包括冲起都很困难 这个眼太小了 我们冲一起那个头 往里怼都不好怼 这个比儿童啊 比咱们 普通的儿童 基本上这个新生儿 我感觉啊 看过很多新生儿的外道口 都比这个大 还有更窄的啊 有更窄 基本上就内镜完全看不到 也有 这个属于江江 比内镜啊 宽了这么一丢丢啊 大概应该我没 这个东西没办法直接量 只能凭感觉啊 通过器械在里 操作的感觉 应该可能是在3.5左右 这个口的这个直径啊 这个 哎呀真是头疼 要说 我也方便操作 可以做一个这个 以后将来可以做一个外耳道口的成型 把这个耳朵眼做大 视野不好啊 口太小了 就有一半是凭感觉 一半是凭这个高清显示器啊 这个放大了以后的 好啊 总算是出来了啊 一个小眼啊 牛肉干啊 一个外耳道口非常狭窄的啊 叮咛双碎 然后再进去检查一下 内镜刚刚可以啊 这个骨膜啊 我可以看到 口上还有点小碎渣渣啊 再比划比划 前面连续的时候 外耳道胆脂瘤啊 咱们换一换啊 今天正好 今天也有一个中二胆脂瘤清理的啊 是以前一个老病人的 时间的影响 咱们下一期吧 看下一期的一个 这个呢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啊 盘磁栋啊 针菌形外耳道眼 在骨膜表面 这种白毛啊 一大块 这个之前他清理过 在别的地方清理过 清理完了 当叮咛处理了 没几天又堵上了 然后就也是这种啊 朋友老看 他的朋友有这种 在网上老盯着看 盯着我视频看的 就说这个可能不对啊 普通的钉银栓色啊 没有几点那么快的啊 几天就出来的 肯定是有问题 因为本身这个钉银栓色 对于普通人来讲 就是个低概率事件啊 出现的概率很低 90%以上的人没有 你这清理完一次 马上几天又出来 这肯定有问题 这个是因为反光的问题啊 这个内镜的这个 光源反光 其实如果没有这么强的反光的话 整个一层白毛啊 就跟那个白豆腐一样的一层吧 一层毛啊 整个忽在鼓膜 然后这个表花啊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软膏整个打上去 因为你单纯这么拿掉以后啊 几天啊 因为它表面会有一层这个针菌的包子啊 这个镜头有点起雾啊 因为这中间要有一个我们消毒液的处理啊 内镜的镜头有一个消毒液处理 刚拿出来的时候一放进去 然后表花打上 然后下周再复茶啊 最后补一个上周啊 上周的真菌啊 也是当时一层毛的这种啊 打完一次药以后啊 外耳道就比较干净 然后我们习惯性的再补一次 有些边边角角啊 有可能有些这种残驴的这种真菌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 我们下周的真菌